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 放弃 很多人在心态上 他是属于一种放弃的现象 其实在八字里面有一种特质 叫做你一旦放弃了 好的不会灵 坏的会特别准 你可以去看看这一些在路边乞讨的人 其实每一个乞讨的人 他的八字一定很差吗 并没有 可是你一定会发现到他们的心态 一定都是放弃的 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人生 普遍是完全没有任何希望 这样子一来 他的八字再怎么好 其实 他也就只有这一种的情况 就是在路边乞讨 所以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八字他不是绝对的 但是八字 只要你的心态一旦放弃了 你基本上 就是往不好的方向去 所以不要放弃你自己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邦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